马斯克的火箭炸之前 就跟航天院的小伙伴经常聊着事 他也跟SpaceX的同学有联系 是的 在SpaceX里有大量的华人 而且就是咱们国家读完大学过去的 航天院的小伙伴也基本能达成下面的两个共识 一 相比第一次进展非常大 二 多试几次 肯定能成 我知道有小伙伴看了这个说法我高兴 其实工程上的问题向来都是这样 如果大方向没什么问题的话 多试几次总能找到一条路 再挂展一下 你会发现绝大部分事情最难的就是让你多试几次 对应的就是试错成本 如果你家里有钱让你反复试 你大概率也能成 马斯克现在不用担心钱的事 而且第一次测试的效果还不错 所以多来几次估计就成了 那个火箭的成本呢 并不高 我看有人说是30亿美元 其实那是前期的研发总投入 有点像花了30亿搞了一工厂 产线上下来的车呢 是300万一样 现在立的那根火箭呢 其实就是生产线上下来的产品 对于马斯克要搞成这件事 很多小伙伴听了很不舒服 其实啊 没必要 至少我认识航天院那边的人整体呢 还是挺乐观的 因为马斯克的成功大概率会对我国的决策模式 形成一定的压力 倒逼着我们快速跟进 主要呢 是大家不了解体制内的决策流程 混过体制你就知道了 如果你识破天经提了一牛逼想法 大概率会被那些老同志给否了 这原因很多啊 比如说你只是提了一个想法 可对于领导来说呢 可是真金白银的投入啊 而且更麻烦的是封信 在大机构里的人呢 天然的倾向于不求有功 但求无辜 如果领导给你批了 将来迟迟不出成果 一直测试失败 可能他的位子也保不住了 此外还有个关键问题 人越老 观念越固化 这是没办法的事 思想开放这事 对于年轻人都比较稀缺 对于老年人 就更拿什么了 所以在小说三题里面 大刘设计了一个 张碑海 狙杀老航天的剧情 这是其实在航天领域呢 算是一个流传已久的段子 说想实现什么新东西啊 必须得那个老头和他徒弟都走了 当然了 大刘也说了 老航天的地位是当初他们 毕露蓝绿 用极低的成本闯出来的 只是实在 最终 还是年轻人的 而且 这也不是咱们的问题 美国那边NASA也一样 苏联崩溃后的几十年 NASA一直在纸上雕花 什么也没搞出来 总体感觉 是倒退的 马斯克能做成 和十几年前NASA的一次 体制改革 有关 当时新领导要搞年轻化 培养了一堆年轻官僚 年轻官僚们急着想做点事 所以他们在老头们非常喜欢的轨道科技 波音之外 选中了年轻的SpaceX SpaceX需要的钱很少 于是项目顺利被通过了 给钱给订单之后 加上马斯克野兽盘的想象力很快就牛下来了 打了老头们的脸 给了年轻官僚们业绩 证明他们当初是对的 年轻官僚们有了更多的话语权 于是马斯克就接到了更多的订单 那么国内航天院的人士 怎么看待这件事呢 一句话 马斯克做的我们都会做 我举几个例子 大家就知道了 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 国内有研究员就提出来 火箭回收的想法 事实上 你要仔细研究会发现 早在苏联时期就提出来了 咱们再查一下美国那边 发现肯尼迪时期也提出来了 但是无论是苏联美国还是中国都没给批 为什么呢 多简单 这个操作要设计一系列极其复杂的控制技术 万一试一下发现前面是个大坑 填不满那种 到时候怎么办 果断放弃 想当承认自己的计划失败了 弄不好 在领导的简历上就多了一个黑点 可是如果继续填呢 填了很多次之后再失败 那就更惨了 于是老头们都选了保守路线 也就是说 现在的方案那么成熟 搞什么自行车 要什么可回收火箭 你爹是赫鲁晓夫吗 你能拿到经费 多说一句 赫鲁晓夫的儿子确实是火箭专家 不过他也没提这么大胆的方案 惹人苏联解体后呢 移民到美国 后来在家里头部中枪色了 警方说是自杀 所以火箭回收这么明摆着的方案 竟然一直到马斯克才去搞 NASA的老头们尽管觉得传胡闹 但是也管不着 毕竟又没还NASA的预算 这也是为什么之前 马斯克搞可回收火箭的时候 国内嘲讽上一大片 说是没必要 但是这种声音啊 这两年没有了 因为这两年 我们也在紧锣密鼓地 研究这项技术 还有那个多发动机并联方案 也就是火箭底部 密密麻麻的一堆发动机 如果真追索啊 最早宋朝人就在他们的弓箭上 搭载了多个火药主推器 后来苏联人以举国之地去搞 炸到苏联人怀疑人生啊 最终搞了个寂寞 还把其他国家给吓坏了 这明摆着的方案 也没人再去搞了 一直到马斯克出信 马斯克搞定后 我国现在也开始搞了 为什么马斯克不搞 我们也不搞呢 老领导可能有自己的考虑啊 不给批新项目 直接加一句 预期不明 请继续理论研究 就给驳回了 但是现在不行了 人家已经成了 你还什么预期啊 预期什么呀 赶紧打钱吧 此外路线验证是很难的 一旦路线被确认成立 接下来就容易多了 同理的是那个星力 直到现在 微博上还有几个 自称通讯专家的 还在攻击那玩意儿呢 说是啊 没啥用什么的 其实啊 已经没有什么可攻击的了 现在很多沙漠海事船上 都装备了星链的终端 由于用户太多 之前发射的卫星不够用了 马斯克正在策划 更大规模的卫星发射 那个星舰一开始 就是准备发射星链卫星的 而且很多小伙伴不知道 我国有很多地方 其实是没信号的 我前些日子 不在青海跑环线吗 很多地方都没信号 那些做地质探测的 也都带着卫星电话 很多跑跨洋贸易的海船 也都买了星链终端 更关键的是星链 还有重大的军事作用 很多人经历了一个 否定接受恐惧的过程 所以我国也要搞星链了 我国预计在2027年 发射约1.3万颗卫星 也要搞中国版的星链 到时候不能再说没用了吧 说到这里 大家也就明白了 说风凉话归风凉话 马斯克做的确实没啥问题 他做的我们也都会跟 火星也是一样的 国内很多人在嘲讽马斯克 说他静瞎想 为什么不去搞沙漠 非要搞火星呢 咱们完全可以把话 撂这儿 用不了几年 我们也要去搞火星 上火星这事儿 你说他有什么道理没有 现在也说不出什么明确的道理 就是跟早期的大航海似的 你得出去看看 扩展新边疆 边疆就意味着不确定性 不去扩张 你怎么知道那里面有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经常说 郑和那么大的船队 跑出去七色搞了个寂寞 为啥哥伦布 达加玛他们的山板 却能折腾出那么大的动静呢 其实答案就在问题里 就是因为哥伦布 他们玩的是山板 而不是海上的巨无霸 如果西班牙也搞郑和那一套 也玩不下去的 跑几次 说不定也被叫停了 因为持续付收益 那是根本没法继续的 反倒是民间的海上贸易 从没停过 他们的船逼搁低 但是有利润 也就可以一直地维持下去 西方的大航海能成功的关键 就是他们的成本太低了 以至于每次出海 收益都是正的 既然有利可图 就会形成一个正反馈 会吸引更多的人去做 这种指数增长是很可怕的 很快全世界 到处都是白人殖民者 我们回到马斯克去火星这件事 其实参考一下 欧洲大航海就知道了 当时欧洲人在新大陆 无非就做两件事 种地和挖矿 但是他们出发前 就知道自己要去干什么吗 当然不知道 只都是走一步算一步 先低成本走起来 不行再换方案 这其实啊 也是我们现实里 逆袭的几个套路之一 低成本去尝试新东西 看看有没有盈利点 有就一直做下去 有人说 为什么不去搞沙漠呢 因为沙漠已经被研究透了 确实没什么机会 火星就不一样 代表着无限的可能 最起码的一点 那里有很多矿 还有充足的刀 这反正在地球上是非常贵的 而且是尖端科技必须的原谅 可能在探索火星的过程中呢 发现别的什么东西 比如 哥伦布最早是要来咱们中国的 最后中国没找到 却找到了美洲 本来想找金子 却找到了银子 还有烟草 棉花等经济作物 棉花 那可是后来工业革命的基础啊 也就是说 只要做的是收益比成本高 这件事呢 就能循环起来 规模会呈现指数级的增长 但是这种增长 在哥伦布这个精神病 坚持要去美洲之前 没人意识到 包括哥伦布他自己 所以说 现在再看马斯克干的事 就很清楚了 一方面 要把成本使劲往下压 只要成本足够低 将来在火星上任何发现 那可能都会形成正收益 只要收益是正的 那就好说了嘛 越来越多的人力和资源 就会投向火星 用不了几年 就会天翻地覆的 说到这里 其实已经很明显了 火星探索我国 必须得跟 而且 也得想方设法地降成本 不能重演上一次 大航海的悲剧 而且 正如上次大航海一样 无数的帆船驶向大海 同样 也会有无数的舰船 葬身于大海 这几乎是必然的 所以 我在标题里说 这才是 刚开始呢 现在坏消息是 美国整体是领先的 我说这个呢 很多人肯定不爽 其实大家想想 美国人研发出来 F1火箭的时候 咱们呢 还在研究仿制苏联步枪呢 美国研发出来 土星五号的时候 咱们正在 忙活上山下乡呢 现在 我国给航天领域的投资 都没法跟美国比 如果再加上历史沉淀 那差距就更大了 而且美国的航天业 绝大部分供应商 都是市场上的企业 他们都有盈利 不用财政眼 如果把这些企业算进去 我国在航天领域的投入 跟美国的差距 那就更大了 这也没办法 谁要我们起步晚呢 能有现在这个状态 已经很夸张了 不过 差距啊 不是问题 关键 是态度 就比如 英国其实在大航海时代 是个后知后觉的角色 等他结出内乱 才发现 西班牙在美洲 已经经营了上百年 这才赶紧的 也组织海盗 不不不 不是海盗 是船队 去探索新南陆 不过去了美洲才发现 好地方都被占了 比如现在的巴西 英国人只好去殖民北美 北美现在被吹得不成样 其实当时是很差的 又是龙卷风 又是寒潮 一个冬天 经常冻死一半的殖民者 可是英国人凭借着 极致的务实和坚韧 硬是闯出了自己的天地 在英国人眼里 你比我强的地方 我就吸收 变成我自己的 然后打败你 最后他成了终极赢家 所以说吧 国人的心态 还是要开放一些 也做一个极端务实的民族 别人的优点 我们就要拿来用 用好了 谁关心那玩意儿 一开始到底是谁的呢 就比如这高铁 现在提起来 就是中国高铁 可谁能想到最早 咱们是从日本引进的 对于未来呢 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五百年前的大航海 最终演变成了 英法两个巨头的角逐 现在这场大航海 打从一开始 就是巨头的游戏 只有中美欧三个玩家 可能还有一个印度 其他的都是围观群众 也没有必要 在意谁早一点 谁晚一点 最早玩转大西洋的是西班牙人 最终还不是输给了 入场晚了上百年的英国人吗 中美的技术有差距 但是并不大 尤其是技术方案确定后 追起来是非常快的 前提是不能搞封闭 搞闭门造车 最后一件事 就是对失败的容忍度 这个极其关键 干过几年工程的都知道 新方案落地 没什么好办法 只能是一遍一遍的尝试 开始几次失败 那是非常正常的 也是避免不了的 国内很多人 对马斯克很苛刻 对咱们自己 那是更苛刻 比如前一段 蓝箭刚发射 失败了一次 网上是一堆嘲讽 这个真没必要 这个毛病真得改 不然接下来 会自负手脚的 关键呢 还是那个老问题 开放 务实 尊重人才 尊重市场 善于学习 善于吸收 没有什么 是做不成的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 请三联合关注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